加拿大央行降息难题,怕房价反弹太快 面对持续上涨的住房成本,加拿大央行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即是否降息 住房价格的上涨,导致通胀难以控制在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 进而迫使利率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住房通胀及住房成本上涨对租金和房价的影响,已经成为加拿大通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住房通胀占总体通胀的近一半,这成为阻碍央行降息的主要障碍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住房通胀的持续升温已经不容忽视 例如租金上涨速度和抵押贷款利息成本的增长都在推高整体的住房通胀率 预计这种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住房通胀率今年预计将保持在6%左右 面对这一挑战,加拿大央行表示不会轻易降息 主要是担心这一举措会进一步加剧住房通胀 尽管降息可能带来一些短期内的利好 如抵押贷款利息成本和租金的下降 但同时也可能推动房价的快速上涨 与此同时,除非今年能够将利率降至2%或更低 否则许多续签抵押贷款的僵庭将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住房供应不足和人口增长强劲将持续推高租金通胀 预计住房通胀将在未来两年内保持高位 综合上述,加拿大央行在利率决策上的挑战显而易见 住房问题的复杂性让政策制定者处于两难之中 不仅要考虑通胀的目标,还有权衡房价上涨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加拿大人在面对高利率的同时,也在期待政策制定者能够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